台北 英文條件 台北 英文通訊 台北 英文通訊 你好 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的這個場地叫做某支公樑 然後不曉得現場有沒有是第一次來的人 第一次來就有空間 一位兩位 非常歡迎你們 然後我自己其實也大概第四次第五次而已 然後 然後洗手間在最後面的地方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垃圾不是說每天都會到 所以如果有事比較容易自身穩蟲那種垃圾 如果等一下結束的時候就麻煩自己帶回去 那我們現在就算正式開始吧 然後今天的講座名稱叫做 藝術作為圖庫砍掉所有MetaData的嘗試 然後其實這一系列的講座是由Wikidata 台灣跟新生命藝術空間來共同執行的一個 特別是想要利用Wikidata來探討藝術檔案這件事情 但是呢我們今天邀請到的這位陳兵華藝術家 可以說是 今天的講座可以說是推翻了這個計畫 實際上想要去探討的所謂檔案跟MetaData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有稍微了解Wikidata的人 就知道Wikidata本身是一個基督的資料庫 然後我們會不斷的注入MetaData進去 但是有藝術家他提出了一個砍掉所有MetaData的嘗試 然後等一下他也會介紹自己的一些屬於藝術實驗 以及可以說被定義為是一個比較屬於觀念藝術的一種藝術的創作 以及他怎麼和所謂的開放文化來做一些嘗試 然後另外大家前面有手邊這位文藝術先生 也是台灣MetaData的社群的共同主持人 也是這一系列講座的固定…算是固定班 然後兵華有說他希望今天的講座能夠跟大家有比較多的互動 然後也準備了精美的小禮物 是過去的講座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藝術家給的小禮物到底會是什麼小禮物 實在是非常令人期待 那我們今天就歡迎陳兵華啊 好 謝謝大家 對 那個… 聽得懂嗎 因為今天想說… 用麥克風 你知道麥克風嗎 應該也是 大家後面都聽得到嗎 可以好 我想說還是希望說看怎麼樣可以對談 就是難得有機會可以遇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對我的所作所為提出各種疑問之類的 所以… 嗯… 首先我是陳兵華 那… 嗯… 從上大學之後開始拍照 然後… 變成了器材孔 然後買了很多相機之後 開始研究暗訪相關的東西 然後又買了很多暗訪設備之後 發現說 欸…可以… 好像可以來幫忙其他藝術家做作品 所以就開了工作室 那…後來跟同事一起 我們的工作室就從… 大約是2004…2005年開始到現在 那… 平常的工作就是幫藝術家製作大家的展覽作品 然後… 創作的話 會碰到一個… 先跟大家講會碰到一個狀況就是 因為平常我們工作室幫藝術家做作品 所以我就會想到就是… 像是… 現在大家… 哪一些比較沒有… 做的作品 因為去跟其他藝術家做一樣的作品 就… 好像有點奇怪 我覺得好像… 對… 就是會… 保留一下 所以就會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跟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 呃… 還沒有發生過的事 這樣子 那… 就… 就開始做了… 一些作品 然後… 辦了一些展覽 之後… 到了… 我家的… 湯庫 終於在放下… 輸出的那些照片之後 就在想說那怎麼辦 然後… 那時候我已經買了… 40幾GB… 40幾GB的硬碟了 那… 我就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 呃… 如果我想要… 多出去拍照的話 那我應該把錢花在運費上 然後… 還有創作的計畫上 可是… 呃… 當我出去拍照之後 我又需要做很多的… 備份的工作 還有輸出展覽的工作 那… 呃… 這些後製跟展示的成本 卻又… 呃… 因為我必須要保留我創作的成果 變成我又要… 就是… 花很多的成本去買… 相關的設備 或者是做輸出跟表框 那就變成說 這兩個剛好衝突到了 那… 倉庫也放不下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有沒有什麼… 出路是… 呃… 可以賭一下看看 對… 所以那時候… 就選了… 一個方式 蠻極端的 那個方式就是… 把自己的作品… 呃… 全部的檔案… 全部壓縮成一個… Five 檔 然後… 射成一個網頁的… 按鈕 然後大家點下去之後 就會把我全部的照片下載下去 對… 然後… 附上了… 呃… 雙用CC的授權 就是CC0的授權 也就是… 呃… 那時候的… 希望就是說… 呃… 大家點了這個愛情之後 我的全部的作品 就全部都是大家的作品 就是這個世界上 大家都有了我的作品 這樣子的感覺 那… 呃… 對… 就是… 這樣的嘗試 這有蠻多面向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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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1月的時候的事情 對… 1月13號的時候 好… 嗯… 我先跟大家… 還是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好的 然後… 因為我叫雨仙 然後我個人的專長是… 所有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 然後… 其實賓華… 我第一次認識賓華 也是因為參加這個案子 然後… 第一開始就聽到 喔… 每個醫生家把他所有的東西 都丟到… 丟到網路上 然後… 回憶賓華剛剛提到的就是… 嗯… 其實在所謂的數位檔案的保存 然後大家… 大家平常在存資料 應該都覺得 啊…反正他就一直存在電腦的資料夾裡 然後… 直到有一天你… 常常在… 在換你的設備的時候 或是換新的電腦 新的… 新的手… 甚至新的手機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不然是容量不足 剛剛變化遇到的問題 然後已經… 或是說… 搬過去的時候 有資料就不見了 那…有一些都是屬於個人的資料 我覺得沒關係 好吧…照片不見就算了 然後…但是… 確實在… 數位檔案的保存界 有兩種聲音 一種叫做… 啊… 副製品越多越好 我應該就把它share到網路上 它其實保存機率是越來越高的 這是有一派… 嗯… 美術館放棄了自己擁有這件作品的… 它可能是花錢去點藏進來的… 嗯… 這個檔案的唸唯一的擁有權 對… 那…從保存的觀點 當然分享是很好的 也就是賓華做的這件事情 但是… 以… 以美術館點藏的觀點是… 嗯… 應該是說… 權力上… 不想這麼做 對… 所以在… 博物館上面 他們會用… 譬如說更高規格的伺服器 所謂的… 有一個ISO的標準值 我記得是ISO啊 163638 叫Trustwerfy Digital Repository 這樣子的標準規格去儲存它 然後確保說 檔案在裡面都存得好好的 然後每個Beat都… 都好好的 然後固定的去做Update這樣子 但是… 我自己… 個人其實是還蠻有… 藝術家這種… 啊…我就寫人一群 然後… 那這樣…這種狀況下 藝術家… 美術館如果… 覺得冰華的作品很不錯 那是… 要買還是不要買 還是下的下來 就已經是有點糟糕的作品了 你覺得… 就… 像藝術銀行 我覺得我在想說 就是… 他不是為了我針見嗎 在想說 穿一個作品過去 然後就說 你下單 你就收了 這樣就… 他就點堂 就… 就不用審了 不知道是不是會這樣 但就… 對… 就是… 嗯… 覺得好像… 會不會給… 成敗人… 就是我在想說 嗯… 這個問題就是說 公部門的… 呃… 大家在想的事情 跟… 呃… 如果是我基於我創作者的立場 想到的事情的話 有沒有辦法同步啦 就是… 大家腦部有沒有辦法 就是… 對得起來 那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今天在場的大家也很好奇 就是大家腦破狀態跟我嗎 我覺得我腦破狀態一定不太正常 因為我… 不管怎麼想都覺得很… 對… 最近有各種恐慌 對… 對… 你也覺得 我覺得… 回憶到剛剛的… 這個… 賓華所提出的就是… 欸…為什麼我不能放一個案件 或者是在做證件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可以把我的檔案 在… 無論是用Email也好啊 或是… 欸… send一個… google drive的link 或是… send一個flickr的link 丟過去給對方 然後… 對方… 然後download下來 就這樣點贓 其實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 CC授權之所以會存在的 欸…最主… 我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 大家… 應該知道 我們台灣的人 就是… 台灣其實有很多教育單位 有很多一些非營利組織 他們常常會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或是檔案上面寫說 此檔案得無償 作為非營利用途 哇… 非營利用途這句話就非常的有意思喔 什麼叫做非營利 我把它放在一本美術史的課本裡面 但是我這本課本拿去賣 這樣算不算非營利 然後… 或者是說 我把它放在我的教學裡面 但是我這個課程是收費的 那這樣算不算非營利 好… 那就算… 我今天把它設計在我的課程裡面 然後這個課程也是免費的 但是我把我的教材 包成一包 然後可能變成什麼… 台灣藝術史大底包好了 拿去賣 那這樣算不算非營利 其實非營利… 所以… 其實這件事情大家對於… 我們不要講說… 呃… 非營利啦 或者是… 對於使用 欸… 每個人對於使用的理解都不太相同 有些人可能覺得使用可能就是… 欸… 我從它這邊下載下來 然後把它貼去LINE 或者是我把它下載下來 做成長輩圖 貼去LINE 這樣叫使用 但是也有人覺得的使用是… 把它輸出成展板 然後… 拿去展覽 也有人覺得的使用是… 我把它… 變成我廣告的背景圖 那… 這些… 這些都算是使用 那… 所以說其實… 欸… 我們講到CC授權 為什麼它會存在 一方面其實它就是某種… 它其實就是一種定型化契約 它去… 直接…很直接的規範說 欸… 我… 我願意把這件作品分享 那… 遵循… 某個… 某個契約 那就是CC授權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那時候 冰華在做這件作品的時候 我還沒有很認識冰華 因為… 其實冰華我也是… 欸…去年在LiveOS的時候 才… 才… 遇到 那… 其實… CC授權 並不是一種授權 CC授權 是一種放棄授權 對… CC授權 是一種放棄授權 在… 在台灣可能比較… 在台灣可能比較… 因為我們台灣人比較重禮貌 各位不知道你們感覺 就是… 台灣就算你的作品真的強調了CC授權 但是我們還是會禮貌性的 可能標說這件作品是陳冰華 所創作 那其實它某種程度上 它還是比較… 算是偏… CCBY 對… 但是你知道在歐美 你如果一件作品 用CC0去釋出 那個是連著作的歌全都可以被摸唸 就是… 呃… 它可以完全重製啊 再發布啊 或是做任何… 任意的… 各式各樣的修改 甚至拿它去參加比賽等等 在台灣CC0的作品 能不能被別人… 像是… 賓華上次跟我聊的時候 他就在想說 欸… 如果我的攝影作品CC0出去了 然後… 被… 假設我好了 我… 我…我並不是個攝影家 我也不會… 我也沒有做創作 假設我拿著 冰華CC0的作品 去投攝影比賽 這件事情 本身其實就已經蠻值得被討論了 因為其實在歐美的那個架構下 這件事情其實是完全… 是完全OK的 那在台灣OK嘛 這…這也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 然後… 再來就是… 欸… 那其實… 評審看到這件作品那麼好 那他到底要不要給這件作品講 那他到底知不知… 那他要在怎麼樣的狀態下 才能知道說 欸…這件作品 事實上並不是我拍的 他可能是出自某人之手 只是因為那件作品 他的作作權力 欸…已經完全喪失了 然後我把它撿來 然後我把它去投 這個… 其實是蠻有趣的一個議題 齁…那所以… 我覺得… 當然對博物館剛剛… 尤其宇仙剛剛已經有提到很多 跟… 博物館點藏有關的 其實… 欸… 博物館還是會期待要有… 一份合約或是契約 來規範他點藏進來的… 東西… 當然… 最直接的一件事情就是… 呃… 他需要讓後面的事情 不要那麼麻煩 像我們在… 欸… 上上場… 社會運動檔案那一場 講座裡面其實就有提到 如果… 呃… 這些作品 當他被點藏的時候 他的… 著作權力狀態 完全都是不明的狀態 的話… 那其實… 可能用某些方式去推斷說 他什麼時候著作權一定會過期 像是… 舉個例子 假設… 入場五十年好了 因為他入場五十年就保證說 就是… 欸… 他…他會… 或著… 或著五十年 不是… 我是說入場五十年 因為現在攝影作品就是… 公開展示後五十年就過期嘛 所以如果他是一件攝影作品… 一定的都是 對 所以他只要入場超過五十年 他就可以保證 但是… 這件作品一定發表超過五十年 嗯 對嘛 那…所以… 欸… 可是那就變成說 那這件作品後續的… 其他的再應用 就要再等… 再…再等五十年 對 我突然想到有一個問題 喔…冰花 因為剛剛你提到點藏那件事情 如果我是美術官 我想要點藏你的作品 我其實不會… 點藏下來下來的那些東西 我不會點藏你的這一整個… 行為跟概念 所以會連這個網頁也一起進去 嗯… 然後也確實讓… 讓來參觀的人 能夠把作品帶回去 嗯… 就是多了一個觀的 可是… 那就變成… 當這個概念被包成一個作品的以後 你會怎麼反送他 你一樣會說要… CZ0… 這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 比較簡單的回答 就是… 都已經給大家下載了 所以要包裝成什麼樣子 就是… 大家可以決定的事情 嗯… 對… 可是… 對博物館來講 它看重的是… 你做這件事情的這個概念 對… 可是… 就是… 對… 可是已經做完 其實我們的提問好像… 你… 做這個作品 是… 想到它… 當成是概念藝術嗎? 還是… 還是… 然後… 然後… 記得你的分別是有關於到… 對… 後面會講 那如果你可以演習那個買賣的flow的話 如果你… 這個觀看… 這一按… 它就完全就下載了 嗯… 對… 如果你可以換個字 我願意下載你所有的圖 可是… 我的腳本條件是我的個字 嗯… 過後… 你賣掉我的個字了 下載自己的… 一張電話 不是打電話 我… 然後… 其實… 嗯… 對… 那個… 是下載你的個字還是我的個字 下載的記錄 就是… 我要下載… 我願意去下載你 對對… 我願意去流浪 對… 可是你可能有一個step 就說… 必須要填上我個人的個字 懂懂 做交換嗎 可以 就說… 意思上… 其實我懂也安全 你會做到太… 太不好過度 嗯… 可是就是一個務交換 那… 如果… 萬一我哪裡的作品 嗯… 就好充去參加比賽之類的 嗯… 那…你也可以有方法做的 這樣他做的 嗯… 嗯… 我覺得… 這樣做你的表演 是因為… 你讓觀眾… 你… 如果… 我將你的作品怎麼樣之後 會發生事情 然後… 付出某種代價 那… 制裁之類的 那… 同樣的… 你的… 你的一個要求 就是… 對… 現在…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呃… 也可以說我沒考慮太多 或者我已經考慮了非常多 但是… 就是… 總之就是做了 所以像… 呃… 今天覺得也許… 大家就可以… 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想到什麼就跟我講 因為… 如果… 可以聽到大家的意見 對我接下來的創作一定很幫助 所以… 呃… 先跟大家說謝謝 那… 那個… 嗯… 就幾個… 可以講的… 事情 剛剛就已經有這個梗了 因為這個梗還蠻多 那… 就是… 呃… 第一個叫為什麼… 這個展覽裡面 一定要死空穿越 就是剛剛娘會有提到的那個 入場50年這件事情 就是… 攝影作品公佈了之後 公開發表了50年了 之後… 最多的全會消滅 就是會… 進入風 進入風領域 變成Pubbitomance 喔 所以… 呃… 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 那如果我把… 我把時間可以調快50年 就是我… 假設… 呃… 跑到50年以後 就是這些作品都… 著作權消滅的時代 然後看一下 至少… 至少是著作權這個部分的50年後 然後它突然就在現在發生了之後 那會有什麼… 我的生活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的創作會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子 對… 雖然是很微小 但是… 那個… 那個精神上我挑到50年之後 看自己現在做的事情 這樣子 這個是…呃… 這個名字的原因 那…呃… 然後講到去比賽 或者說使用規範 使用規範後面有幾個作品 其實我一直在…呃… 研究就是…呃… 著作權跟放棄著作權 還有…就是它的可能性 還有它的困難點之類的 其實有各種保存 那…呃… 講到比賽其實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呃…的確有… 的確有朋友就是… 用下載的作品去比賽 然後呢… 有得獎 然後呢… 我問他… 他說… 他說有得獎 我說…那有得獎喔 那…就是… 有獎金嗎 我說入選沒有獎金 我說… 有報名費嗎 他說有報名費 我就覺得我賺到了 我都沒有繳報名費 我就知道可以得獎 哈哈哈哈哈哈 對… 所以…就是… 就是…給大家下載CG0 一直都是一個… 控制…成本 控制成本 對…控制發展成本 對… 那…0… 0…0是很有趣的事情 好…那… 那個… 關於這個… 下載所有作品 這個按一下這件事情啊 就是… 才發…這個… 呃… 執行大概兩個小時 就失敗了 因為… 就是… 大家… 座位朋友看到這個… 點… 然後他點下去 然後就看到說… 4.8GB吧 然後馬上就停掉了 沒有人要下載玩 太大了 所以這樣失敗了 之後我就要把檔案還要分成一個是… 手機版的可以看的 還有大圖版的 還有網頁的就是… 對… 還蠻複雜的 所以… 一開始想得很美好 然後按一下就好了 結果… 不是很容易 對… 好…那下載… 呃… 對… 接下來再講一下我做到的… 這個是跟… 資料庫嗎? 有點長嗎? 有一點相關 就是說… 嗯… 像是… 像是蠻有趣的嗎? 就是… 這是… 一個… 社區營造的計畫 那… 他在金萬萬大樓 大家可以Google金萬萬大樓 其實蠻有趣的 在大同大學的對面 那邊他是一個菲律賓隱工們聚集的地方 因為附近有一個天主堂 然後他們希望我在那邊做一件事情 那我後來就決定說就是… 在那邊做一個… 跟我工作室很像 但是… 呃… 跟大… 跟大眾溝通的方式 然後溝通的方式是… 用交換 交換是說… 就像… 呃… 一個禮拜六會去那邊幫大家拍照 拍照照照 然後不只是我就是… 我跟… 呃… 好朋友們或是社團的朋友們 大家一起 所以… 就是… 大家… 我會帶著設備還有印表機搬過去 那… 在那邊大家… 觀眾就是… 遊客啦 其實就是… 逛街的人 跑過來可以拍一張照照照 然後他會寫個故事給我 故事的話就像這樣 就是說… 幫他拍一張照 他寫個故事 然後我就收集這些故事 那就不是展述照片 而是展述故事 就是我另外能收集故事 然後另外後面看到那些花花綠綠 就是因為有空間嘛 所以我其實想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幫大家拍照 然後輸出有點像照相館那樣子 之外的 就是把我還有… 那個時候有一些網路上 有一點點網路上 CZ0的作品下載下來 然後在後面變成一廊 那就是在場面上的作品 大家也可以寫個故事 然後帶回去 但是基本上…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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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來… 就是… 來市場買東西的 大家真的不太容易懂 到底要做什麼 拍照才可以懂 因為拍照滿好懂的 那… 拍照這件事情我有自己想過 因為在這個商場裡面 其實那時候沒有攝影館 因為如果有攝影館 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 搶人家市場這樣不好 所以那邊也沒有照相關 所以我覺得可以 然後做兩個月之後 就… 就離開了這樣子 那… 後面牆壁上好像只有一張 我記得我在現場只有一張 有人拿 然後… 是一個… 是一個網路上的CC0作品 也不是我 他就拿了一張 他就問說 這你哪裡拍的 然後我就想說 要知道解釋好困難喔 然後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講 就說澳洲 然後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講澳洲 就是… 嗯… 自己也覺得說 對… 要詮釋… 要詮釋一個CC0作品 當成自己的好難 對… 也體會了一下 這是一個 然後…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 呃… 是… 有空間展示CC0的作品 就是這樣子 那… 第二次是在新竹市美術館 所以這次變成在美術館的一個正式的展覽 那… 周圍是其他人的作品 然後… 牆壁上的是… 我的攝影作品跟… 那時候大都會… 美術館他把他的廣場給CC0公開了 所以我就下載 我就認真的看了一萬兩千張作品 然後選自己覺得喜歡 或者跟攝影版話相關 然後… 正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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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背後還印了小商的… 他們的網路上的… 授權證明當成… 保證出… 放在後面 然後就是… 裝在塑膠袋裡面 正面是作品 後面就是… 那… 也是收集作品 這次因為在新竹 我就… 只有跑過去拍兩次照片 就變成… 基本上展覽期間都是… 就是… 大家… 觀眾就跑去… 就像小朋友就跑去哪一個作品 然後就會寫… 寫故事 像這樣子寫故事 對… 那… 也有碰到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 這個的狀況 就是說像… 因為… 周圍的都是… 實際上的… 大件的畫作 或者是… 立體作品 那… 呃… 我要給大家拿 所以… 呃… 我的設定就是… 用… 浪板當實斬牆 然後… 用… 塑膠袋當框 用… 5x7的相片紙 然後… 相片紙的來源是… 就是… 基本上是… 就是… 呃… 印… 印作品之後 旁邊剩下的… 廢料 然後… 我就是研究讓廢料回收… 之後… 因為我們用… 一樣的技術去… 輸出這些… 邊邊用不到的… 不規則造型的… 紙張 然後印上… 這支一點的作品 讓它變成… 好像是… 或者就是… 藝術作品 然後它又… 可以是… 用寫故事的方法得到的 那時候想要… 嘗試的… 嘗試做到的事情就是… 從… 對… 基礎的基礎 去… 讓… 大家有機會 可以有自己的藝術品收藏 雖然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科難的方式 但是因為… 我有發現就是… 呃… 自己拿了一件作品 擺回家裡… 場面上掛著… 跟… 或者是貼著… 跟… 就是… 去美術館看完展覽之後… 就手空空… 喔… 我今天看了很多作品我回家… 跟… 就是… 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 我要選哪一件作品帶回家… 跟… 我要… 去看什麼作品… 然後回家… 這兩件事情有分實上… 所以… 我就希望說… 就是像… 不管是任何人… 因為… 去美術館… 這也沒有收票出來… 就是… 不管任何種族啊… 不管任何年齡啊… 或者是… 性別啊… 就是… 或者… 就是… 寫一個故事給我… 就可以拿到… 他的藝術身上… 就是做… 最基礎的基礎建設… 然後… 從CityLink的… 作品開始… 對… 到這邊… 這樣… 這是兩次的實驗… 然後… 那他的… 才能力… 很高嗎? 這個… 我跑了十趟… 因為一直補貨… 喔… 所以你是會去補貨… 對… 那… 有時候… 就是寄給他們貼… 然後… 自己貼的話… 就會發現… 就像… 怎麼樣… 企業正面… 背面… 我覺得… 就… 如果… 扣回到我們今天… 的… 標題… 的… 後面的… 砍掉所有Metadata的… 嘗試… 其實… 因為像冰華你也會在… 這件作品上面… 呃… 你把… 大都會的… 那個… 圖樣… 然後… 印在了正面… 然後… 背面… 印上了他的… Metadata… 做了他的… 保證書… 其實… 欸… 到了… 然後… 回到… 剛剛的第一件… 那個展覽的那件作品… 你提得公… 一個… 一鍵下載的這個功能… 它其實… 背後… 可能會隱含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 你沒有… 對應的保證書… 對… 所以… 其實也沒人真的知道說… 這件作品… 到底是不是CCD… 對… 像…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就… 有… 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我們… 去年… 維基跟文化部合辦的… 集思廣益的… 那一個… 那一個… 攝影偵見活動… 然後… 文化部那邊的… 那一個… 比賽… 它的… 檔案上傳… 跟那個… 檔案的… 那個… 展示… 都是在文化部的… 網站上面… 然後… 雖然在文化部的… 檔案的… 網站上面… 都會寫說… 這些作品… 是用CC釋出… 可是我們… 後來… 把這些檔案… 轉到… 危機… 的時候… 就被… 美國的… 管理員刪掉了… 因為他們看不懂中文… 他們看不懂… 上面用中文寫的… 呃… 這些資料… 透過… CC授權… 然後… 欸… 姓名標示… 然後… 共同方式… 分享的方式… 釋出… 因為他們… 看不懂… 他們只看得懂CC BYSA嘛… 可是… 那時候… 在做標示的時候… 結果全部都寫中文… 只有CC兩個字是… 英文… 所以… 美國的管理員一看… 說… 他們是用機器人去送嗎? 欸… 他們的機制是這樣… 就是… 當你有新的圖檔進來的時候… 他們管理員那邊… 就會亮燈… 就是… 他們通知就會跳… 然後… 他們就會去尋… 然後尋的時候… 它… 裡面有一欄會… 要求我們… 提供說… 欸… 哪裡可以證明說… 這些作品… 是… 做全符合規範的作品… 那… 我們就有提供那個連結… 然後… 就有連結點進去… 因為他們看不懂… 對… 因為是中文的… 全中文… 全中文… 只有CC講就是英文… 那… 結果… 到那個狀態下… 欸…也不是美標喔… 是標… 呃… 中文… 然後… 外國的關係也許… 大家就會覺得… 嗯… 還是什麼… 而且他們也沒有… 因為… 冰華你還有掛那個標誌… 那沒有掛… 然後… 他們就不懂說… 欸…為什麼會… 欸… 對… 然後就會… 後來我就發現說… 欸…奇怪… 怎麼… 每一張圖下面都掛一個模板 叫做… 本作品… 以被列為刪除作品… 然後… 如果有意義請申訴… 它沒有意義的話… 將在… 幾日念… 刪除… 所以其實… 因為… 賓華在今天講座前… 就問我說… 欸… 文藥到底… 砍掉MetaData… 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然我能理解說… 可能… 因為… 剛剛賓華有一直提到… 呃… 他期待這件作品… 變成大家的作品… 那… 詮釋當然… 由大家來詮釋… 但… 相應的… 他就會… 有… 引申另外一個狀態就是… 那… 如果… 連… 最終… 最終的… 一些些MetaData… 都砍掉… 他連證明自己是CC0的機會都… 沒有… 沒有… 嗯… 對… 這有點… 很奇妙的… 就是跟宇宙威蛇的半身有點像… 就是… 因為… 一個CC0的作品… 就是… 我的認識的意思是… 如果說… 這個東西變成CC0 我隨時可以拿回來說… 這是舞台… 嗯… 這樣才… 就是… 沒有誰… 可以… 沒有誰不能說… 這是他的作品… 這個狀況… 比較像… 我對CC0的認識… 那種感覺… 任何人都可以用的… 對… 但是因為… 以目前的狀態是… 所有的… 著作標的… 當然… 當然… 如果… 不為著作標的… 那… 那… 不為著作標的… 因為冰華你又拍彩色… 然後又是… 呃… 感覺就是很現代的作品… 那大家自然就會… 推斷說… 嗯… 嗯… 可能還是會有… 版權物吧… 對啊… 對啊… 嗯… 呃… 在過的大家有… 也有做… 就是… 檔案相關工作的嗎… 好奇… 就是… 就是… 我只是讓… 其實做的印象是… 上載再細心… 可以將那個… resolution… 放低的嗎… 喔…可以啊… 對啊… 那如果你將… 放低的…resolution… 放上去… 對… 被散除了… 對… 那你就可以… 給它看… 我是… 對… 就是… 這個可以… 但… 這個會有… 另外一個… 問題就是… 沒有辦法保存… 因為我的… 就是… Original Size的File啊… 它… 有可能就是我的… 那個… 硬碟壞掉之後… 就沒有了… 所以… 如果說… 為了… 保留自己的… 那個… 專屬權… 然後… 就… 放出去的作品… 不是… 最好的版本的話… 如果自己的… 那個… 口品不見了… 那就沒有最好的版本… 而且… 這一個狀態… 回到… 資訊技術上… 就也會有一個… 很tricky的一件事情… 其實…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 現成的AI工具… 可以把… 低解析度的… 檔案… 轉成高解析度的… 尤其是… 如果在攝影上面… 其實是… 它的… 效度是特別明顯的… 對… 如果你說… 畫作… 那是另當別的… 那如果是… 單純只是… 攝影的話… 現在已經有… 蠻多的技術… 都蠻成熟… 甚至有… 網路上有… 免費的套件… 可以使用… 對… 所以… 當然可能… 仿出來的… 品質… 會有… 一定不一樣… 但是… 如果單純只是說… 以… 解析度的大小… 或是… 以… 檔案大小… 來認定說… 欸… 你是不是原作者… 好像在這個現代的狀態… 好像已經… 沒有那麼適合… 嗯… 對… 像… 像最近網路上… 就已經釋出了… 很多超高解析度的… 很多電影的修復版… 都在YouTube上面… 嗯… 然後… 維基有一些類似的東西… 在… 在… 媒體部裡面… 對… 然後這個… 應該有一部分的人… 已經… 很熟了… 但… 應該還有人不知道… 就是… 小禮物之一啦… 小禮物之一… 小禮物之一… 是這個… 就是… 我要放過桌上… 喔… 這… 大家可以… 傳… 可以… 大家可以拿啦… 它有三個版本… 這個就是呢… 因為我把作品給CC0了嘛… 然後… 之後… 我在想到的一件事… 因為… 攝影師都… 希望可以出攝影集… 喔… 所以… 已經CC0的作品… 它如果… 花… 50萬… 或者… 100萬… 去印攝影集的話… 那… 不能賣錢… 就會賠錢… 嗯… 然後… 性質上有一點… 不太對… 所以… 我就… 順著這個邏輯… 在想說… 用什麼方法… 可以… 拿到… 最… 拿到一本… 攝影集… 可以拿… 留一張給我… 弄一下… 那個… 那個… 另外一張… 這個… 對… 所以… 就是… 示範一下… 給大家… 那一分鐘… 就是一個… 剪刀… 一把… 簡單來說… 這個… 剪刀… 等一下… 可以傳下去… 就是說… 把這張… 放置對折… 然後… 對折… 然後… 再對折… 有… 小段時間可以做… 希望沒有做… 再對折… 好… 然後… 從… 就是… 呃… 這個… 沒有… 有連住的這一… 這一面… 就是… 不是很白天面… 中間剪開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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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 塞起來… 就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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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一樣是… 就是… 如果說… 呃… 它下載之後… 就是… 那時候的設定是… 像是… 小朋友啊… 之類的… 它只要用一塊錢… 去營店印出來… 它就可以拿到… 原色的引擎… 那就是… 對… 那就是… 然後… 做了三本之後… 就… 卡住了… 心裡面一直希望… 可以做到幾百塊… 對… 所以… 請大家督促… 我可以一直寫信說… 我要看… 我要看新的… 那個… 你說的是內容… 就是… 新的… 一集… 對啊… 像怎樣… 這是第一集… 然後… 剪刀有傳下去嗎… 如果想要很仔細的做的… 可以用… 用… 把它… 反正其實就是… 用硬的東西… 把它邊邊壓的… 壓得比較平… 就會比較好… 壓的東西嗎… 然後… 拿在手上… 真的還滿開心的… 就是… 對… 就是… 所以… 裡面的攝影… 是你自己的… 這個是… 我的… 這個… 一開始走開的照片… 然後… 這是… 第二個… 是一個… 一個… 就是… 動動管… 就是… 自己的… 這個是… 設計師… 因為要剪開來嘛… 所以… 要做成這本書… 就得把動動管… 給拆掉這樣子… 就是要先剪開吧… 然後… 第三本… 是… 在一個… 學校的展覽的時候… 就一起做的… 然後… 就決定… 就是… 想要拍… 就… 花了一個小時… 然後… 就… 還有… 學生證… 就把… 學校寫… 那… 好… 書就是… 希望可以繼續… 請大家… 讀書… 怎麼讀書… 就… 傳訊息給我說… 想看下一集… 好…其實… 其實… 加… 加爆他… 然後…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 我也想過啦… 就是… 主要是… 我也想過… 那… 呃… 這個是… 然後… 展覽… 就是… 摄影師… 書跟展覽… 展覽… 就是接下來幾件事情… 那… 這個是… 在鳳甲美術館… 他們的一個… 翻轉地景… 代替影像… 採集計畫… 然後… 他們是… 選了一張… 這張作品… 那… 就是… 在多小的外牆… 做輸出… 然後… 就是… 跟周圍的… 就是… 一整個學校的外… 圍牆的輸出… 那… 這一個作品是… 因為我做了曲奇林之後… 然後… 有一個單位… 他就… 接了一個… 呃… 台灣世界遺產… 潛力點… 的拍攝案… 然後… 希望可以跟… 就是… 希望可以合作… 那… 那時候… 溝通的… 結果就是說… 拍的作品之後… 可以… 就是… 我可以有版權… 所以我拍完之後的作品有版權… 然後就… 把它共享… 然後… 那個… 色展覽就從共享的作品裡面選… 展覽的作品… 所以… 就是… 我共享的作品… 因為我共享的作品之後… 然後… 就是… 作為一個攝影師… 我比較不會去… 阿六版權的問題… 所以… 人家只請我拍照… 所以有一點點… 勞務費用… 然後… 拍照片之後… 再… 另外一個展覽機… 把它展出來… 像這樣子的一個… 那… 再來第二個… 的話… 這個… 這個… 有一點點… 複雜… 蘇惠宇的奧拉製程… 然後拉巴斯呢… 它… 就是… 我們一起合作… 負責派進照的部分… 然後… 最後… 在巴士上… 就是… 變成巴士的車貼… 這樣子… 那… 這個是他們的… 台電的交通車… 它總共有五台… 所以就… 五件作品這樣… 那… 呃… 對… 就是… 設定是這樣… 展覽完之後… 作品… 可以CC0… 但是… 比較複雜的就是… 因為… 有… 另外一個藝術家的名字… 還有… 另外一個是… 台電… 的… 發電廠內部的… 狀況… 所以… 到現在都沒有CC0…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 這個是… 呃… 新達港的… 室內… 美場… 這就… 還蠻棒的地方… 就是… 呃… 運氣還… 不錯拍起來的… 我還喜歡的照片… 因為… 天花板有非常多… 很難接… 一個線… 結果竟然都接起來… 對… 然後… 這是一張… 然後… 另外… 就是他們的… 蘇莓的… 皮帶… 就是蘇莓的管道… 去了一些… 他們的現場… 還有… 像這個是… 呃… 明潭發電廠… 就是台灣的… 最大的水利發電廠… 就是轉轉轉… 就是靠這個東西發電… 然後… 在拍照的時候就很吵… 那… 負責的… 負責的先生就很辛苦… 因為他說… 大家拍照就是… 下去兩分鐘就上來了… 為什麼… 我要再一下四十分鐘… 因為我要拍… 就是… 局部接觸接起來… 所以… 這個也是… 話數很高… 可是… 因為… 要拍很慢啊… 每一張就十幾秒… 二十幾秒… 然後要拍兩百張… 所以… 就… 他也被弄得… 對… 就是… 對… 那現在這個就… 這個就有一點複雜… 因為又是… 又是… 有一個是… 就可以講… 單位嘛… 這個叫什麼… 法人… 合作單位… 合作單位… 有合作單位… 有合作藝術家… 有我自己… 這就比較複雜… 如果… 將來有… 大家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跟我講… 然後再來的話… 就像連龍牆… 就是… 嗯… 先Livemas… 先聯繫我… 他們希望可以拍連龍牆… 然後請我合作… 然後… 我就拍了… 然後… 拍了之後… 嗯… Wikidata… 是這樣… 沒錯… Wikidata… 在G0V… 希望可以介紹… 這個合作案件… 所以… 我們又再做了一個合作… 就是… 在G0V的時候… 發表… 這件事情… 那… 這個… 合作… 就… 就是… 拍了這個連龍牆… 那… 後來… 後來… 進一步的… 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 用… A3的版本… 輸出之後… 再… 裝到塑膠袋裡面… 再貼起來… 然後貼了… 一百… 兩百一十張… 然後… 再… 把它… 就是… 到… 929大友情… 現場… 其實… 沒有… 沒有… 先找很多人… 所以… 就我們幾個人… 然後… 就去現場… 然後… 就… 把這一大捲… 就… 攤開來… 然後… 周圍遊行的人… 就… 然後… 就開始一直走… 然後… 走到… 中間… 就一直斷掉… 所以很多地方… 它就… 裂成兩半… 然後… 再臨時… 把它貼起來… 像… 過馬路… 路口的時候… 風很大… 就會直接分解… 然後… 就… 那個… 膠袋… 膠袋… 就… 然後…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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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完… 對… 所以… 就變成說… 本來的… 攝影作品… 像… 平常本來拍照… 前面看到… 地景的… 作品比較多… 變成拍… 一個… 社會的地景之後… 變成… 呃… 變成一個… 參與社會運動… 的… 節目… 這樣子… 那… 當然因為… 檔案也是… 就是CC0… 那… 就像… 今天要給大家的… 小禮物… 大家… 可以多問問題… 這個是… 呃… 就是… 我以前拍的一些… 攝影作品… 所以… 如果有… 就是… 很謝謝大家給我保護一件… 如果…就是… 大家的發言的話… 就… 可以來… 這樣… 要先… 要先選… 哪個哪個… 哪個… 那個還沒有… 但是… 有其他不錯的… 呵呵呵… 這次… 我有發言的意思嗎? 這些都是CC0… 呃… 這些都是CC0…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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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好問題… 但是… 好像… 有錢… 有錢… 呃… 對… 這是理性的… 就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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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的想法就是… 過了50年之後嘛… 所以就想說就是… 呃… 就是… 死掉了之後… 到底還可以留下什麼東西啊? 不一定我等一下或者… 就是… 就是… 呵呵呵… 反正就是… 其實出來就會死掉 但是用CC0 我可以很確定說 欸…我在死之前 就做完了一些事情 然後這樣我的檔案 也可以收到某種桌餐的造型這樣 對… 對… 我記得我像之前在凱達板 參加某個活動的時候 我看到陳建仁老師 也有做… 就是樂森的運動的時候 陳建仁老師自己擺了一個牌子 在那個… 就是他用了一個小品牌 然後打開就是一堆光碟 嗯… 然後陳建仁老師是一個… 就是做… 影片為主的藝術家 那他就燒了一堆光碟 然後上面就寫了 自我照版計畫 也就是說你只要任意捐… 就是任意數額的錢 你就可以拿走他任意片的光碟 那基本上就是他20幾年來的作品的… 就是拷貝版 但是這些…呃… 影片實際上他是有賣給美術館的 或者是他有賣給藏家的 然後他裡面還特別宣稱說 這些並沒有…呃… 影響到藏家本身的權利 因為我們的藏家是有保證書 就是有作者的保證書的 但是他現在做的只是額外的好備版 那你覺得這個行動跟…呃… 你在這個CCD裡面做的…呃… 有哪些相同或不一樣的地方 呃…基本上就是要講說 我是完全知道這件…呃…前輩做的… 這件事情 呃…就是從… 我做CCD之前就完全知道他這件事情 所以…呃…做CCD這件事情就是… 在想說要…可以怎麼做 就是現在…現在這個… 在2016年那個狀況底下 有什麼可以做的方式 對…那…那就是… 一個背景指示這樣子 然後…呃… 要問的是畫廊的那個部分的話 就要問有沒有畫廊牆 或者是…點藏組的…意見 從…美術館的…電腦保存關鍵來看就是… 因為其實…我去年在香港M-Plus工作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的保… Conservation Team的主管 是一位…很傳統的…那種… training上來的修復師 他本身可能是Painting Conserver 然後他就…一直很在意… 作品檔案有可能… 可能存在測展人的電腦裡啊 或是測展助理的電腦裡啊 然後某某…可能整個… Conservation Team的NAS裡面 所以他對這個…控管其實非常嚴格 然後…但是我那時候 一直想辦法給他一個觀念就是… 今天檔案會不會飛… 飛得到處都是… 一個是這件事情… 實際上是有助於保存 然後他也同意這一點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同意的是… 他覺得…檔案到處飛來飛去 然後讓很多人擁有這件事情… 其實就… 呃…一個傳統訓練 以物質作為一個… 一個保存主體的這個思維來講 其實是非常反一個思維的… 但是那個是建立於… 因為博物館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物件… 一個單一的物件… 這個iPhone就是我用的… 就是我摸過的… 就是只有這個… 可是…或者是說這張桌子… 然後…或者是說… 一份會畫是… 藝術家自己親手畫這件事情… 他們比較沒有辦法去理解說… 數位檔案的每一個copy… 基本上是… 就是一模一樣的… 嗯… 可是那時候我另外去找了一個… 他是copy rights 的… 的…同事… 然後… 他就覺得… 從他的觀念… 他突然不是做保存的… 可是他就覺得… 嗯… 那那些人… 基本上他就是… 沒辦法提出… 你剛剛講的… Certificate of Authenticity… 對… 那變成說… 當… 像剛剛提到陳建仁老師… 或者是說… 冰華他這樣把檔案到處散布… 那… 大家都可以用檔案很好啊… 都作為一個… 備份儲存的一個地方… 可是… 這些擁有者… 能不能夠… 以陳建仁老師的案例… 如果有一個人跳出來說… 喔… 這個作品… 然後他還去租了一個戲院好了… 然後播放了一個作品給大家… 然後跟大家說… 這個是我擁有的作品… 那… 你覺得老師這事件會跳出來… 說… 或是哪一間美術館… 有可能會去攻擊… 然後說… 欸…我們有的是這個… Certificate of Authenticity… 然後這個時候才是… 法律有可能會去介入說… 到底是誰擁有… 那… 我不太清楚說… 陳建仁老師有沒有預想到… 有可能… 他可能open 之後事情發生… 可是當發生法律事件的時候… 變成一個就是… 呃…你剛剛說的那個證書… 他會增加… 呃… 到底誰是真正的… 作品擁有者… 的這件事情… 反而不是在說… 這個作品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個… 那個唯一的作品… 其實對於很多… 呃… 所謂的… 實際媒體藝術… 或者是當代的藝術… 或是使用會消失的美材… 或是可複製的美材… 那其實買的都是那個… 那個觀念… 然後… 就長期的保存來講的話… 美術館… 之餘… 單純只是… 版案散布… 他們會更重視的是… 這件作品… 他應該要在怎麼樣子的… setting下面去展示… 才能… 才能更… 接近作品… 最一開始他想要… 呃…保存的那個… 想要傳達的概念… 譬如說陳靖遠老師… 他很多的作品… 裝置說明書… 他上面就會寫說… 你投影的時候… 一定要用… 什麼樣子的投影機… 然後… 流名都要打到多少… 然後… 然後… 可能尺寸… 投影尺寸… 至少要400乘以多少… 之類的… 那這些… 並不是… 散布一個檔案… 就可以… 達成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呃… 所謂的美術館… 典藏的這件作品… 他的藝物… 跟… 一般的人… 單純擁有一個檔案… 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嗯… 謝謝… 很容易人也會… 就是… 生產這個裝置說明書… 我相信老師… 應該沒有把裝置說明書… 也燒在裡面吧… 這個… 我就不太知道… 對… 我覺得在… 如果單純是… 以一種分散儲存… 然後… 能把這件作品… 用… 傳播的方式… 傳播到… 呃… 每個人的手上… 或是各個裝置上面… 其實… 嗯… 我覺得… 用… 兵華的作法… 終究還可能會遇到的… 某些品情… 包含剛好提到的… 欸… 大家按一鍵下載… 都發現… 我四點八局… 真的是一件… 真的是一個… 很… 很… 欸… 以現在的角度來講… 還好的… 還好的… 但是可能…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 欸… 還是會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其實… 在… 這個… 狀態上面… 它就會有… 另外一件事情… 產生就是說… 這可能要問兵華… 就是… 對… 對你來講… 那… 跟… 低解析的作品檔案… 跟… 極低解析的… 就是那種… 可能已經明顯到… 連相似格都… 看得到… 看得到的那種… 那這樣子… 是不是還是… 同樣的作品… 那… 在這樣的狀態下… 被… 傳播… 是否… 都還是… 你… 還想要的東西… 這個… 其實在… 現在的… 狀態下… 它會有一個… 很有趣的… 不同… 因為… 其實… 在我們… 那時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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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時候… 有些… 狀態是因為… 第一個… 他們可能也… 不見得真的知道說… 他們真的有… 那個… 在授權的那個能力… 然後… 另外一件事情是… 因為… 他們在做數位化… 跟… 做這些… 微韻的成本… 真的很高… 尤其是… 其實… 畫作數位化… 不只是畫作數位化… 再來… 像雕塑的數位化… 等等… 因為… 這一直以來… 都是一份… 滿… 的精神… 喔… 更… 更… 比如說… 這些… 物體上的… 實體的… 藏品… 它都會需要有… 維修或… 清潔的… 費用… 那… 其實… 某種植物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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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廊或某些廢物品主題 它的那個下載可能是這樣 就好像… 呃… 就好像…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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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說有很明確的指出 如果我沒有真的擁有這件作品的著作權 那我自然也無權對這件作品去做任何的 我們講說著著作權的變革或是在售權 那再來就是可能他有一些產品的考量等等 大概是這樣 那個 Alan提到的關於大的 很細緻的檔案跟小的檔案之類的問題 大的跟小的 以我的現代的習慣來說當然是會有差 但是有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說共享檔案給大家下載 數位檔案給大家下載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可能有比較深一層的意義 就是因為一開始就有提到我的工作就是幫大家做作品 那這就牽涉到因為我已經習慣了自己完成一件實體作品這件事 所以當我拿到一個數位檔案 尤其這個數位檔案是我自己做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拍的照片 舉例來說 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數位檔案 然後 要怎麼把它實體化這件事情 就 其實 我自己內部演技是還蠻好的 就是 我很確信說 就是 大家在網路上下載的檔案就是 那個檔案沒有錯 那一旦要把它變成實體化的時候 我這個人的存在是有用的 就是 我相信我做出來的東西是我做出來的東西 這樣子 就是 一個特定的東西 那 所以 算 算說 數位化 它有著作權的部分 就是 也是有很多困惑 但是 要把它實體化這件事情 我倒是 沒有關係 就還蠻好的 這樣子 那老師的攝影 的話 製作品裡才會是 裡面的Edition 還是Artistic Perfect 你說 他們 需要的是什麼嗎 他們是 因為沒有發生過啊 為了什麼 你說他們如果要點藏我的作品的話 可是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沒有點藏過 所以 我也不知道 現在大部分美術館在點藏所謂的 數位輸出的攝影作品 還是以最後輸出的那個資本 作為 唯一 對 然後這樣也是會限制版紙 對 可是現在還不是有 那麼 然後會基於保存的理由 跟藝術家索取數位檔案 然後是 當初作為 輸出那張的數位檔案 可是 那個前提 會寫一個淡書 說 嗯 數位檔案的用途 只在於未來 當這件作品 因為展示的原因 發生了 譬如說 然後我之前有看過 就是去展示它 就拿那個圖釘釘在角落 然後或者是 為了讓它 紙本 因為展示的緣故 或是因為任何災害的緣故 消失的時候 能夠重新print用的 可是那個時候 那它當然又會多一個淡書 print的時候 必須有兩個條件 才能print 一個就是 你要嘛 有美術館有辦法詳細的紀錄 當時print的那個 setting跟技術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確定這個print是有利於 有優於之前的 print出來的這個版本 但是又不會使得它的 視覺會不一樣 總之有非常多的淡書 但是那個原則就是 嗯 當紙本壞掉的時候 OK 我們可以印一個新的 但是原則是你一串性能 要跟原本的 一樣 一模一樣 對 那即使是技術不一樣 沒關係 因為有可能 未來會有更好的油墨 但是 嗯 光澤 反射什麼 全部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但這件事情怎麼去證明呢 那在保存上或是reproduction 我不曉得冰華可能有比較多 這種技術方面的經驗 嗯 就是 要看大家對未來的預期啦 理論上現在大家都會覺得 未來的科技會更好 會更好 對 就是大家不會預期一個未來 世界毀滅然後都沒有電可以用的這種狀況 所以也要看那個未來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他的生產表現 打個比方說好了 譬如說現在很多電視都出4K 8K 而且會自己做畫面的補針 什麼動態補針之類的 那當今天有一件作品放進去 然後電視自己幫他做補針的時候 其實 對於影像的Sensitive Go的人 是看得出來他好像跟打理不太一樣 那這個時候 就會建議官方說 你要把那個電視的這個功能關掉 可是實際上 未來會不會有可能這個功能 廠商根本不讓你關 也是有可能的 其實這個在 這個我們目前科技的發展經驗上 我們都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科技雖然一直往前 然後我們會期待未來的科技越來越先進 就像我們原本只有720P 1080E 那現在有4K電視 8K電視 但事實上 大家有沒有回過頭來發現一件事 雖然我們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但是要製造一台CRT的螢幕 就做不出來 反而有點困難 所以雖然我們科技不斷往前 但是 某些尖端科技 正在 它的那個技術也正在被遺忘 它正在被消失 包含像是 剛剛提到的CRT 或者是 現在的 不知道在場裡面 人在玩那個影響設備 影響設備有所謂的夢幻逸品 就是當時的蘇聯的軍用真空管 那個真空管就算請盡現在最好的技術 也做不出一樣好的 那個狀態就是這樣 以現在的角度來講 我們如果站在電腦 或是這種計算機的角度 我們看真空管大家會覺得說 拜託現在我們都一顆CPU都不知道幾千萬幾億電晶體的 當時才幾根真空管 但事實上 現在我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回過頭來 其實我們要做一台真空管電腦 現在真的做不出來 所以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尤其是這種數位的作品 它有時候 那個對應的那個規格 尤其我趙冰華是這個器材控剛剛也講的 那其實 對應的規格的setting 到底是不是作品information的一部分 這有時候也是 現在的數位的作品 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 假設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再也不是用sRGB 作為色彩的標準 或是我們不在意什麼CMYK 作為印刷的標準 用standard或一直改變 對 因為我們的可能寫 這個技術又好 不知道好不好 那 是不是就表示說 其實 冰華用CMYK 可以印出來的作品 的那個狀態 跟未來的那個 印刷的那個 狀態 不一樣 對 那這樣是不是就是 新作 或是 對於純所有的檔案而言 這樣子的狀態又是如何 現在的美術館做法 實際上 他在那個作品標會寫 Remade 或是 Reconstructed 在哪一年 第一個是他 第一次創作的時候的年代 然後再來就是 這次展覽是在哪一次的 版本是在哪一年重作 然後中間可能經過幾次update 這樣子 類似那種 就是 某一棟歷史建築被燒掉了之後 重蓋起來的 對 對 用現代的建材 但是仿舊 然後去蓋起來 那種感覺 有點類似 那Google從今 在美國的這樣的 廚房作品 對他們來說是點藏嗎 還是只是 就我所知 Google他們 Google他們所做的 所有新媒體的嘗試 都不會成為他們的點藏品 他都是屬於 教育推廣魔動 以及衍生 利用藏品 利用故宮的點藏品 然後結合新媒體的 算是延伸創作的一種 那我先繼續講下去 然後 那個 還有很多小禮物 所以 看一下 然後這是 接下來是 Alan 希望我講的三件新作品 那因為是新作品 所以 現在講的跟以後講的 有可能不一樣 而且以後講的 又比現在還好 所以 就是一些給大家 接收的 練習時間 這個是 去年 在澳門的展覽展出的作品 然後 花了幾個月去想 那 因為澳門的邀請 是 希望有展一件 展一個 CC0的作品展 然後 我就為了 什麼叫CC0的作品展 這件事影響了很久 就是 總之覺得說 如果已經 C40過的作品 在其他 特別辦一個展覽 的話好奇怪 就是說 大家也都知 就是 他已經 已經隨時都在展覽了 那 特別帶一個展 然後 然後 為了 一個 就是 澳門他們是一個 算 期待空間嘛 就是特別的邀請 所以就很希望可以做 比 把作品印出來 更好一點點的事情 所以最後就決定 把一個 還沒有發表過的作品 就是 展出來 然後 這個就是 這個系列作品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 當然 可以 可以 這邊可以 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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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對 對 對 好 就是 實際的現場展覽像這樣 那就是 開展的時候 所以剛剛大家看到那個 就是 鄉村年造型的那個 東東也是 外來牆上 輸出 那就是我輸出 我帶去 去 他們有人來台灣的時候 就交給他們 然後他們帶我去 變化 這樣子 那 在開展的那一天 在澳門開展的那天 然後 我就 在台灣把它放上 放上網路CC0 這樣子 用這個方法 也就是說 邀請做一個CC0的展 然後結果 做出來 是一個還沒有發表過的作品 在開展的那一天 就也CC0的作品 這樣子 嗯 嗯 對 大概是 這樣 應該可以 我們剛才講的不是很直接啦 那這個系列呢 是 有一個社群網站叫Tombler Tombler就是 他們 在 在 2019 2018年左右 11月 12月 改了他們的社群規則 總之 就是 查進行程的內容 那所以 本來Tombler是 大家很流行的 一個上傳成的內容 通常是 包括就是 呃 展示自己身體的地方 那 就是 在他改變政策之後 他又做了一個很有趣的舉動 他不是把那些內 他不是把那些內容 封掉 他是把 上傳這個內容的人 的大頭照給馬賽克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上傳你來的成的內容的話 你的大頭照會給馬賽克 所以 每個人的 本來的大頭照長得不一樣 所以就 變成很多不同的小象 然後 就覺得這就是 一種 就是 很當代的小象 紀錄 就是說 大家看到的人臉 變成說 呃 我這個作品 其實跟艾倫剛剛講到 算圖 把他 Obsighting Obsighting之類的 也是有點相關 因為 大家也知道像Deep Fact 就是 把 把 一個人的臉 換到另外一個人的臉上面的技術 換到影片上的技術 就是 可以把 不存在的事情 好像 算出來 給你看 那 就是 在討論說 攝影碰到的問題 我感受到的 攝影碰到的問題是 有時候 你看到的是 算出來的 不是真的的東西 看起來很像真的 然後 這樣會有問題 然後 如果是 真的是真實的身體 的時候 他又不讓你看到 那又是另外一種問題 對 所以 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 小翔系列 這樣子 這樣子 那你展出的時候 你 在 視力展的時候 嗯 你有到處有些 觀賞者 有時間可以在 細心那裡 有 應該有 有寫在他們的 應該要寫在他們的說明上 記得在參考說明上應該 對 那 作品之後 就交給那個團體了 就算送給他們這樣 對 那我先繼續講下去 因為有三個 然後 我先稍微講到 那 第二個作品 這個是 就是 因為作品 CZ0 就是作品沒有 在畫廊賣 所以就會想說 那 就是藝術家的 創作收入 有什麼可能的來源 然後 共享做的 比較熟練了之後 就想到 往另外一個極端去想 就是 是 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 所以就 開始研究了 資本主義投機市場 那之後 就決定 實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主要 探究了兩件事情 一個是 信用這件事情 一個是槓桿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 用實際的作為 去 去 體會到底資本主義 在現實 在台灣的現狀 是怎樣的 那 在 這一件 成交金額一億的作品 這個 花了十個月做完 就是 台灣有一個東西叫 當沖 英文叫 day trading 當沖就是說 大家身上沒有錢 沒有關係 你只要 早上九點 買進 或者買出 早上九點買進 舉例來說 然後你在下午一點半 股票市場 收盤之前 你把它 結清 就是你當天 交易 然後結清你的買賣的數量 的話 你就可以賺家產 當然也可以賠家產 就是說 你完全沒有錢 但是 政府給你一個額度 讓你 就是靠著你的信用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付出錢 就是你賠錢了 你還是會把錢 拿出來 所以他就讓你有額外的錢 去做交易 那 這個很有趣 就是我覺得 因為就在想說 如果藝術家 沒有收入的時候 有什麼 覺得 快速致富 大家都說 沒錢 沒錢 可是 也許 某一種 這是在很極小數的特定狀況下 但是真的可以有錢 對 真的可以把錢 取物變出來 對 其實有點像是 合法抵償 但是就是 就是 當中 台灣 又很有趣 因為像美國的狀況是 你要存款 台灣裡面有兩萬五千美金 大概七十五萬台幣 才可以當日交易 那 如果是 在中國的話 是不可以當日交易 當日內 買金買出 可是台灣的話 大家都可以 就是 正常的成年人 都可以用 就是 每天都有五十萬的額度 可以 就是當天買 只要你去開證券付啊 你就 等於你有五十萬 你就可以當天買賣 然後你可能會有錢 當然也可能會賠錢 對 但是 超過你的分款 當然一定有 就是 我不確定大家都 像我一樣 沒有分款的資料 但是就是 對 就是 在場是這件事情 那 我就寫了一個藝術家的 職業 然後去開補 然後他就 然後 他就給我開 最低二度 就是先開三十萬五度 然後 我就開始交易交易交易 然後 沒有死 然後他就開到五十萬 然後再交易交易交易 然後他就變成一百萬 然後再交易交易交易 就變兩百萬 然後交易交易交易 變四百萬 這樣子 所以就突然變成可以交易四百萬 應該說 慢慢的變成可以交易四百萬 然後 一開始的時候就設定 就是 買金賣出累積成交到一億元之後 如果有賺錢 就拿賺到的錢 可以來買 就是買一些售詢 可以去付 如果說沒有賺到錢 就把對賬單 就是把對賬單 就是我的交易紀錄給自己 這樣子 所以現在的狀態應該是賠錢 對啊 對啊 然後這件事 這個就做完 開了一個IG上套 就叫做什麼比較輕而易 大家可以去搜尋 很多人覺得是詐騙上套 對 然後加了之後會很煩 因為會一直跳出對賬單 你就會看到什麼攻擊照啊 就是人像照啊 食物照在對賬單 很奇怪 對 然後一不時都會跳出對賬單 我自己有權 就會很失敗 那現在到多少 到一億呢 這個 這個之前都做完一億 所以後來做了DF 就像這樣子的一個紀錄 像這樣子 多虧錢 對 虧錢 或者就像這樣子 對 然後 嗯 也許大家可以 體會一下 這個 這個 很有趣的點是 就是 做 認真研究了共享之後 然後認真研究了這個 就 還蠻有趣的 就是 同時在兩端 然後再想說 那個人生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 這個是 前面的這個成交器 最後的什麼意義是 負7萬 可以 大概可以 算成說 就是 買 一萬塊會 賠15塊 大致上 就這樣子 對 對 所以就是 也是很合理啦 就是因為都會有成本嘛 所以就是說做完 要做這件事情 都有它的成本在 那 對我為了 為了把 這件事情做到 還 對 蠻掙扎的很辛苦 每天都要去書店的那個 證券的那一櫃 然後開始每一本看 因為有看到網路上人家 就說他賠了錢 所以就是靠在書店 每一本書都認真讀過之後 就 就反敗為勝之類的 然後 去了 澳門 就是展覽的時候 有去澳門嘛 就是 這個是在 中途的事情 所以在澳門有 看到賭場 然後走進去之後 覺得 沒有啊 股票比較刺激啊 然後 就 拿了一個那個 防賭宣潮小卡 之後就投出來了 對 而且很清楚 知道像走進去賭場的時候 就是進去裡面 最後帶 台幣兩百塊 然後全部的 機關卡什麼東西 全部都放在 飯店裡面 對對對 因為平常都在賭 所以就知道 就是 進賭場的時候要控制 就是 嗯 我覺得 就是 畢竟它有發生 然後我有點 好奇 我也蠻好奇就是 天天做交易的人 心理還有這種職業 就是 買空賣 買空賣空 每天在 殺進殺出 然後這個是 下一個 下一個階段 那這個是槓桿 槓桿就是說 你只有 一百塊然後 當成 十萬塊來用 這件事情的邏輯 或者說 當成一千塊或一萬塊 的邏輯來用 然後就是 嗯 現在其實有時候 現在的社會就 我覺得一方面就有信用 一方面就有開槓桿 其實就是 嗯 很多方面都共同 但是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可以 代表帳單上台移出來 那這個 後面的這個作品 是買賣一萬口期貨跟選擇權的作品 就是 累積到一萬口 口 口述 那 它 因為它是開槓桿 所以它等時的交易金額 大約是66.9億 所以就是 嗯 當初有 有 就是有 有人問過我說 就是 有討論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你要 讓一億個人看過 就是我在想說 要讓一億個人看過你的作品 還是要賺到一億人 賣賺到一億人 所以現在 就用了兩個方法 一個是就是 作品給大家下載 然後另外一個是就是 買賣直接 像這個就買賣了66.9億的東西這樣子 對 就是 把 就是討論如果 創作 大家 創作出來的作品是 商品交易 賺價差 就要希望說 今天作品做出來花 就是現在賣一萬十年之後 變十五萬 之類的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 把那個 價差交易這件事情 直接變成作品本身 因為作品本身 不做交易了 就是給大家下載 所以就拿交易變成作品 可以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一個全球化的過程 從台灣的 台灣期貨交易 從證券交易所 變成期貨交易所 然後 期貨跟選擇選 在台灣買美國的到球 然後進展到 就是到 跨國到日本 那個東京證券 就是這樣 大阪 大阪期貨交易所 然後還有就是 自家 CMD 自家科期貨交易所 然後就變成一個 全球化的交易人 的過程 這讓我想到 這讓我想到 那個最近 出問題的兩個人 就是史蒂夫和大夫 很辛苦 而且你該不會有用那個平台交易嗎 沒有沒有 對 然後 這個就是 很辛苦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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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辛苦 對 然後 最後 得到了一個BTS榜 這就是錯誤 然後 我今天在整理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就決定就是0.5間 對 我的人生也 也蠻空虛的 我們會後可以提供給大家下展 對 對 對 然後接下來有機會 準備 一個各展 關於這個 系列 然後對 現在就是看著它 在想 怎麼辦 好 你把它全部都用AirFords印出來 好像也是 然後第三個作品呢 就是 嗯 這個是 負一系列 這個就比較懂 I的話是因為 I平方的負一 就是 數學的負數 就是 I是 更好負一 所以I平方的負 所以就是全部是負一 然後這個是 寫綠是負一 然後這個是 一塊港幣 因為被放到的畫布上 所以我少了一塊港幣 所以我也是負一 對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現在最喜歡的作品 因為就是 港幣如果消失 也是負一 這樣子 就包含了 就是一個紀念 在那個 通過的那一天 那個 通過的那一天 然後再來這個是 WHO少了一 所以說負一 跟世界負一 什麼字 世界負一 因為H少了一 對 那這些作品 這個就是負一系列 負一系列的來由 就是 嗯 幾個 包括 因為拼命的做交易 所以一直在算數學 然後深刻的體驗到自己的數學 真的不太好 然後就發現 不對啊 就是絕大多數人在看那個移動平均線 那不就是國小的 就是平均數嗎 對 所以就發現就是 絕大多數人都在 就是用 國小數學來 教育幾億元之類的 自己也是這樣 然後就覺得很恐慌 為什麼活得下來 然後結果 最後就決定要認知 開始學數學 然後就學到了負數 然後負數 然後負數是 IP方式負一 然後 負數是 英文叫 Imaginary Number 就是想像的數 然後就覺得想像的數 這很好啊 很一數 所以就 決定就是 做負一 對 然後這個系列 叫做負一 就是因為它 它就是負一 然後它的售價也會是負一 對 所以就是 如果說是這件作品 要賣給人家的時候 我要給那個 一塊錢 我要給房價一塊錢 所以 雖然 沒有講得很仔細 但是 就是 因為交易了一大堆 飄飄之後 可能就發瘋了 所以就決定開始畫畫 然後用一塊錢 然後倒貼一塊錢 買給別人 這樣 這樣 然後現在就 每天就 有空檔的時候 然後就 就是 再畫一個負一的畫 這樣 今天有帶錢 來 等下也希望大家可以來 就是 看你講 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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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那畫可以放下 那對啊 那畫可以放下 這場作品說明書 就要特別顯說 這樣啊 不然作品會辨識 對 然後 因為我從來沒有畫過畫 所以也是 就是 因為負一的話 結果有 就是貼帶臉書 然後就有 大家說 願意收藏 對 然後就很開心 既然有藏家學 然後就 開始很 很有興趣的開始去畫畫 然後去那個 美術社看到 喜歡這個 顏料 然後就買來 然後就學 那每次都 試試看新的畫法 那這個是 用手指 一開始第一張 就是用手指 直接沾一條 然後 然後這個是第一張 畫 然後這個是 第一張 在中間先用 鉛筆畫了一條 褲衣形線 然後這個是先 第一個 畫了一個 一口噴的洞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第一張畫 然後從一張 塗在床上再畫 又 大概是這樣 就是每次都在試試 那 作品先講到這裡 這差不多 然後 這個是我的網頁 那 就是 因為 之前交易 過度交易 所以就沒有什麼錢 所以其實也是很不好意思 就是 對 像今天展覽 今天講座 之前我就會把它打開 然後 然後 到底要繳費的時候 如果最近沒有什麼公開活動 就先觀賞 省一個月人出費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上面 就是你喜歡的東西 可以趕快下載這樣 對 我會努力的讓大家維持下去 就是 變成一個習慣 就是做什麼 新作品就放到網路上 然後讓大家可以下載這樣 請說 如果我看 你的連帶 什麼國際 從一型 真心券 與你那個 Trading的Portfolio 你不是放鮮嗎 所以其實 就是 就是 如果再推下一個 就是信用 那個東西 其實信用是自己 對 信用是自己 對 信用的話 是 那個Day Trading 在台灣的狀況 就是用信用 因為 台灣是 T plus 2 就是 T加2 就是你今天交易 然後你賺了錢 或者賠了錢 之後 後天你要把錢 存進去 那個 證券交易的帳戶裡面 所以就算是信用 所以我那個信用的部分 就是在當中 有 有 嘗試過 如果你 副一的作品可以回應 真心券很好 我也 其實是 是啦 就是 三倍圈會變成無限打圈 對 對啊 因為後來做的作品 都有一點 很奇妙 像是複一啊 它就跟 就是 基本上會計的邏輯 有點不一樣 像 會計銷售貨品 就是如果當成創作業 銷售貨品的話 基本上賣掉的作品 賣掉的東西是有收入的 但是賣掉的東西 售價是負的 就很難做的 所以它登記起來 就很奇怪 對 然後像那個 就是像 雨仙有講到 就是 我碰到朋友們 有講到 就像 國務館要點藏 然後就要先把 美拉給他寫好 那就自己把 美拉給他寫好 然後 就是 也是 邏輯上很奇怪 就是會做一些 就是好像 跟日常習慣 很難 對 剛好倒過來的事情 然後做久了之後 自己也會 覺得 接下來怎麼辦啊 怪怪啊 就是 看到大家 然後再來想一下 怎麼辦 可是我發現 你的創作動機 其實都蠻務實的 是 有嗎 你自己覺得 就是不管是說 第一個 變成 習慣開放這件事情 要解決 呃 促成後面這件事情 對 然後自己做作品的保存 這件事情 然後接著是 呃 接著 你放棄 剛剛還有一個 你要解決 你哪一個 回去一下 可以 回去 回去再通他講 應該是那個 物衣其實也是一個 我實的事情 因為我就不用找地方放畫 喔 可以一直畫新的畫 感覺蠻划算的 用一千塊 用一千塊 用一千塊就可以這樣一千張畫 不用堆在家裡 蠻划算的 像那個 因為 雅瓶現在不在 雅瓶都會自己 雅瓶都會抱怨說 那個 作品堆到家裡 已經沒有地方堆了 嗯 對 好 好 不好意思 好 有沒有人想要問冰華 或是婉約問題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線上的朋友也可以問問題 對 每天 每天 每天線上的朋友也不少 只是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 其實從冰華的案例 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是 大家應該會發現 就算你單純想要把檔案 開放給大家下載 或是完全開放給大家用 其實成本本身是蠻高的 之前也一樣在著作權的那場講座 陳下就有分享到一件事情 是 荷蘭的一間博物館 曾經 是荷蘭嗎 我也忘了 就是 他們 也是把 所有館長的這些數位檔案 CC0釋出 然後 他們原本在 博物館的網站上面 全部都提供最高的解析度檔案 給大家下載 然後也提供API 或提供大家去 做其他各式的應用 結果 那個服務上線的大概 好像是半年吧 半年後 博物館端就把最高解析度 跟次高解析度的檔案給下架 然後就有人寫信去問說 為什麼你把檔案下架 然後得到的回應是什麼 你們知道 得到的回應是 博物館端說 因為我把最高的解析度 放在網站上面 導致我們的伺服器 超過負荷 常常會下限 可是我們又沒有更多的成本 有辦法去升級我們的伺服器 所以在成本考量 我們就把很高解析度的檔案 先下架 如果你有需要 我們一樣可以提供給你 但是你要付那個有資的費用 你寫信來跟我們一樣 我們一樣會提供給你 其實為什麼今天會邀請 冰華來分享 尤其是澳門展出的那一件 其實非常特別是因為 那時候 冰華其實就有一直在跟我問說 有沒有什麼辦法 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可以把這些攝影的圖檔 放在網路上 給大家下漲 然後又不用付太多的成本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是很困難的 像 像冰華最前面提到的 他放了一個4.8G的ZIP 大家都不安載 可是其實這件事情背後 光是你要如何去找到一個雲端空間 能夠提供一個4.8G的容量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下載 本身就是困難的 然後更不用講說 這之中大家可能會猜說 裡面會不會有病毒啊 或者是裡面會不會有什麼阿薩布魯的東西 那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建議說 欸 不然放在危機上面試試看 結果 結果這件事情 一做下去發現 欸 好像還不錯 那放的第一件作品 其實是 那件聯絡牆 放的第一件作品是那件聯絡牆 然後效果還不錯 然後後來放的第二件 應該就是 你放澳門的那個系列 後來放的第二件作品 就是放在澳門的那個系列 那就放在那個 欸 危機的平台上面 那 以目前賓華的作品的狀態喔 也非常有意思的是 因為連賓華自己都不知道 大家有去過中研院的開放國務館嗎 大家知道這個平台嗎 有人在偷笑 欸 這邊有一個有趣的事實 中研院的開放國務館 賓華是 裡面 第二多作品的個人創作者 對 這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 然後我跟賓華講的時候 賓華自己也不相信 對 我也覺得很有趣 就是 欸 那 在這樣子的狀態下 其實 欸 其實這也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檔案的釋出 的確有能注意到 對 的確有能注意到 那 所以說 在 欸 最後我覺得回到我們今天 欸 的這個題目 就是 談到這個 砍掉MetaData的場所 其實 回過頭來還是 它就會 還是會回到一個 矛盾 跟一個回權 就是 如果你砍掉所有的MetaData 那它終究還是無法會去 還是無法證明自身是為CC0 那 當它今天無法證明自身為CC0的狀態下 它好像也就無法達到 共享 舉個例子 我們之所以會知道 蒙娜麗莎的微笑是CC0的檔案 其實不是因為 它真的有一份證明書 寫說它是CC0的 而是好像我們的知識結構 已經支持我們去認知說 這幅畫已經是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品 所以我們會去知道說 它還是共領域的作品 但是假設這件作品它不是 它看起來不是那麼老 然後 可能也不是非常有名的人做的 或者是 也不要講說非常有名 可能它是台灣人做的 但美國人看到可能它就不知道 然後 然後 它也幾乎沒有任何的 標示的文件 那 大家可能就 有理由不去相信它不是CC0 就是 有理由不去相信它是CC0 對 這個是 我今天聽完的系列 因為 我們每一次開箱講說 我們前面都會做討論 平常就 之前就拿了一題問我說 為什麼就不能很單純的打包一包 然後按一鍵下載 然後 就通通道給大家 對 這個 背景的邏輯 是因為我一開始是 就是想做CC0 那我就是想說 用檔案 然後說我用CC0授權 然後大家下載 然後就解決 可是 因為如果要放到微機 Wiki的 Wiki Comment 或Wiki Data 上面的時候 它也希望說 你可以填上 比較詳細的 Meta Data 就變成說 我想要讓大家免費 我想要讓大家 就是很自由的使用檔案之前 必須要先證明很多 這個是我的東西 那我本來的想法是說 就是假設這東西是任何人都可以用各種創意的可能去發想它 就是它可能變成任何東西 本來是想法是這樣 然後結果變成說 一定要說是我所出來的某種特定 像是地點 像是時間 像是抬頭 尤其像標題或敘述之類的 所以才會問到什麼問題 對 那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也呈現了一種就是 我們好像已經 預設了某種 檔案的最低的檔案化的需求 在這裡面 對 但是像如果今天 藝術家的作品本身 產線的狀態可能是 可能連標題都不要有 是這樣子的嗎 就是被它去抵塞 也沒關係 好 我想要問的是 當我們在嘗試去去除掉說 MetaData的話 那其實 這裡變化當然是主要強調在我們要刪除作者的識別 就是Dy這個部分 但是MetaData很多部分是用在 例如說編幕的需求 這是一個部分 那 對一個 例如說我是實際上有下載而且點開的人 那我發現這些檔案非常難以消化跟閱讀甚至是利用 因為它沒有任何一個指引 告訴我要怎麼利用這些很零碎的東西 而且也沒有固定的主題 例如說 假如我要把它當成我暑假作業的素材 我也不曉得我要去哪裡找到一片乾淨的大海 它是可以搭配我的作業 那我覺得這是檔案的方面 那另外就是 例如說 布印開放博物館的部分 其實開放博物館人氣的專題大部分都還是會講很多故事 然後再擁有很多公有領域的圖像 進來做一些解說跟搭配 所以其實MetaData其實是一種脈絡 它就是資料的脈絡化 那我們在這裡 冰華強調是去脈絡化 但是最後我們在呈現的話 其實是背後又有一群很辛苦的人或者是志工 再把它重新脈絡化 再把它重新拉回所謂人文的世界裡面 讓大家知道這是澳洲 這是蘭嶼 你在進行的是1980年代 90年代的蘭嶼反核運動 所以我設計了這張圖 或這是2019年的聯絡牆 那這些東西反而是後面的人再去把它建設回來的 那我們有沒有必要去去除前面的MetaData 然後再大家千辛萬苦蓋回來 這是我第一個疑問 那第二個疑問是 對一個藝術家來說 一個攝影作品進變成一個 今天的標題叫做圖庫 但攝影作品跟圖庫 從頭到尾就是你在非常好色 隨便拉了一張風景照 這跟你在鳳甲美術館看到一張照片 我想大家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今天假如我是一間就是訓練科技 我把你所有東西全部 就是收為我自己的圖庫 這是完全合法 但是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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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這是我創造的一個藝術的攝影 或者是你做的這些數十億像素的作品裡面的一個副產品 是我把它開放成一個圖片 但我始終都沒有辦法讓我覺得 這很適合我把你的藍衣做成一張作品 但我從來不覺得這是你原本作品的本意 或你原本想要呈現的意思 就像我們會有作品說明書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好像還是有一段距離 那再這個又回到說 在我成為一個博物館 我想要公開展示冰華的這些作品的時候 我展示這些檔案或我一鍵下載這些圖片 這是一個恰當展驗作品的方法嗎 還是我只能把它當作一個素材庫這樣去運動 我覺得這在藝術的層面跟在使用的層面 中間還是有一個很大的轟口 那個 嗯 不是直接回答 因為想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沒有講到的事情 但我先講這件事 就是像那個是Wikidata 然後Wikidata今天比較少提到 好像還沒提到 對 就是Wikidata到底是在幹嘛的 這個東西其實蠻玄妙的 蠻有趣的啦 就是 作為創作者啊 然後剛剛講到不管是開放博物館 或者說一鍵下載 或者說看到Wikidata 或者說 美術館的展示 那有一個沒有提到的點 就是 證明說攝影師好了 就是 他拍的照片 跟 資料庫 或者說Machine Learning之類的關係 就是說 大家都習慣說 因為大家都是人 所以照片是給人看的 對 當然我做的那些把檔案 就是 CC10的 可能可以有一個效果 就是 機器可以自由的看我的檔案 嗯 然後 如果以給機器看的邏輯的話 這樣是可行的 就是說 他可以用 不管是要做素材 或者要理財心 或者要做 Machine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可以用啦 這個是我一開始有想過 就是說 如果將來大數據 都要控制人類的 的話自己能夠做 就是把大數據 交得好一點 就是 畢竟我會拍好照片嘛 那我就拍一些好照片 然後丟進去 你裡面 你可能會好一點 之類 那 就是 因為 Wikidata 就是 給機器讀的 擺殼 的邏輯 然後 嗯 就是我現在也在想 因為攝影也有點麻煩 現在碰到 就是 我覺得現在的東西 一切都要能夠無力的 網路的 要可以拿來運算 才 好像是這個時代的 一種 進入門檻 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 過去拍的這些照片 好像 霧打霧撞的 有達到了這個 奇怪的要求 可能也是被選進去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 到底 我自己都還搞不清楚 到底被選進去的一切 可是被選進去很多 好像有用 但是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對我自己來說 要不要請市主聊一下 解釋 為什麼他的轉線或張照片 會被選進開放伯物觀念院 我 我不知道 我沒有 我沒有出演 我們下去 如果中銀院的業主 有看到今天這一段 可以在我們這邊 留言一下 對 就是也是 會期許自己有更多 其實是可以做更好的 對 那更好有什麼用的話 也不確定 然後像剛剛那個 就是只剩下這個畫面 就是一個 它這樣子是不是又會盪擊 不知道 你問問看 它也不是盪擊 它是一個Loading 就是那個 只有一個PDF的Logo的頁面 其實就有點像那樣的問題 就我現在碰到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 不需要在大家的眼前 用實體物呈現 然後作品好像 就好像我有在做創作 然後說出來的東西都是 因為它可以 它有一個需求 是它必須 可以在網上被運算 所以它既然可以被運算 或者是像 像那個 這個裡面的 紀錄啊 就是其實把它Copy到Essale 你可以算出來 我賠了多少錢之類的 自己不好意思寫 但是就是 就是可以去算 然後那些交易紀錄 我也覺得好 拿去餵 餵也算 餵那個程式 也可以 就是因為他 陳兵華作為一個 交易機器 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 交易錄 對 他的能力之類 就是都可以這樣用 但這樣用跟 跟人的感知 有什麼關係 都可以要來討論 那 其實兵華講這個 就會讓我想到 G01在去年 有一個專案 如果我沒記錯 好像叫台灣好職地 那個專案 他們開發了一個工具 是用無人機拍農田 然後拍完之後 就能知道說 就可以判定農損 就是拍那個農田的表顧 就可以判農村 然後他們那時候 實驗隊像是高麗菜 結果他們一開始 實驗出現瓶頸的 問題是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 夠多 夠好的高麗菜照片 他們沒有夠多 夠高解析度 然後夠 夠好的 好的高麗菜照片 跟被魚打到的 高麗菜照片 跟 蹦嘎的高麗菜照片 所以 冰華做這些事情 會讓我想到 類似的狀態 可能 舉例像剛剛 因為我知道 冰華有一個系列 是藍雨的接近圖 或許 或許 就是 或許真的 藍雨真的 蹦嘎了 或出現什麼事情了 或許能用那些照片 來衍生出一些 藍雨部分的 狀態的還原 也說不定 因為其實在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 稍微討論過 其實在於 我們無論講機器學習也好 或是資料演算也好 或是我們常講什麼AI也好 那種 那種 大量資料的演算 然後他的 所採用的資料的著作權 跟 運算中的資料的著作權 跟運算完成後的 那個資料的著作權 的那個 著作權的分數 為何 在目前的狀態 都是很 曖昧不明的 就像這一個系列的圖庫 他如果是有著作權的 那到底適不適合 被丟進演算 那如果要被丟進這個運算模型裡面的話 那那些圖庫 他必須要符合什麼樣的狀態 如果大家在我們講說一開始的時候就有在的話 剛剛我有跟兵華介紹的一個 Mosella的語料的那個 的project 他們就會要求說 那些被演算的 語料跟素材 應該做到4CC 還有可能做到 完全各式各樣的 機器運算演算的 備應用 就算你有CCPY好像都不行 因為我們好像 因為當我們今天的那個尺度 從我今天只用一張圖 變我用一百張圖 到我變用一千萬張圖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再去處理那個著作權 你可能光是處理那個著作權 你按著經費就問完 對 這個是 我對兵華這樣的想像的一個回應 而且那也是蠻 那也是蠻前面的 就是 現在的那種爬蟲的應用 或是那種機器學習的應用 都比較還是建議在說 目前的那個著作權的夾縫中 如何去做生存 可是兵華已經就直接跳脫那個夾縫 就說 我就給你這一批 來給你用 讚好用 對 雖然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但是很多東西不覺得素材是吧 對 然後另外我也想要回應你的一點是 剛剛你的第一個問題 當然 因為兵華一直有提到 就是在前面一直提到 他一直覺得說 詮釋應該是大家來詮釋 就像他的第一件作品 第一個那個展覽 讓大家自己寫那個作品的想法跟理解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說就是 無論中研院也好 或是現在的國家文化記憶體也好 都有一批的很努力的在寫那些 Metadata跟詮釋資料 那所以說那些Metadata的 上司是不是某種程度上 其實是在加重 後續的典藏者的一些功能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今天換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像因為我知道在座有幾位是設計 設計領域來的 大家應該知道設計領域有那種非常有名的 那種Icon網站 裡面會放滿一堆的Icon 那或許那些Icon他可能會有一些標題 就是這個Icon可能叫Up 叫Down 但是當你真的使用那個Icon的時候 你真的會把它拿來當Up或Down嗎 不一定 有時候會嘛 但是不一定 像是可能他放了一個小人 那個小人可能原本是什麼用途 可能這個小人原本是代表什麼什麼東西 可是你把那個Icon取下來 放在你的網站時 完全是不同的內涵 那我覺得如果依照前面 冰華展覽的那個邏輯 我在想我們之所以今天這一題 今天講題叫藝術作為圖書 可能某種程度上也是冰華想要呈現 這樣子的狀態 只是可能還沒有一個對應的網站 能夠讓他去實現 把這些作品這樣嘩啦丟上去 我這樣講是對的嗎?還是... 恩...就是... 沒有想一些事情想到了有點遠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接得起來 但...恩... 對...因為其實像大家有看過 攻殼機動隊嗎?之類的 就是...或者Psychopath 就是...一些提到的點 那就是說...現在大家是用拍照 以前拍照然後放到底片上 然後洗出來照片 然後再送去印刷 然後到網址上大家看到之類的 後來變成有網路或者說有網站 會有電腦大家就掃瞄 然後進電腦裡面可能光碟片或是紙碟片 然後傳來傳去 然後可以看到檔案 然後現在是可以用要Drop之類的 但以後...總覺得啦... 接下來...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攝影的 所以...就是很多想法也是從對攝影的想法開始啦 那...給大家下載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就是我喜歡攝影的延伸 那...那...就是現在大家帶著手機 因為現在相機就是手... 其實基本上每個人手邊都有相機 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都可以拍照都可以傳 那攝影也改變了很多 或者是直接錄影再傳 但是...在下一步的話 我覺得...也許...不久的將來 就變成說...我們大家眼睛看到的東西 就直接會在另外一個人腦袋裡面掃瞄 那...對攝影師來說 你看到的...沒有拍這個動作 然後別人就看到了 那...就...有一個... 就覺得說那60這個時候很合理 就是...也可以說很討厭嘛 但是...也可以說很合理 就是說你看到的就別人看 別人會看到...就是有點像那個... 可能...就是常常在動畫裡面 就是會有共享視覺畫面 這種事情出現 對...其實也...很沒有隱私權 但是...呃...就是... 好像為了...就是... 讓這些事情達成的話 像CC-0可能是一種... 現在的方案 就是說我拍了一張照 然後我用CC-0傳給你 你就可以用 對...那如果說我看到了 你就看到了 那...那當然就不用分是我看到的 就因為馬上就知道了 所以說是我看到的 好像也... 也就...就是... 我就覺得... 就在想這個點 這樣子 嗯...就是為了一些... 自己想像的未來 在...在時間看看 對...對... 對...先模擬一下 就是把一個... 呃...就是...用...用... 用那個...做一個流程出來 好像... 嗯... 嗯... 我想問一下剛剛的問題 因為... 至少所有的觀點來看的話 你這一系列的作品 最有趣的東西都不是這些... 不管是時間或數的東西 最有趣的是你的行為 是... 比如說一把... 四點多的事業的東西 標題讓你一件下載 比如說一把做的... 你...去做股市的交易期或的交易... 嗯...最有趣的不是那些... 你教育機 而是你做這件事情 有一點行為 跟你做這件事業的動機 可是我一旦把... 所有的 context 都... 說明都拿掉的話 以這個... 作品來講的話 就... 即使從機械展示來看 太子是... 每天幾億比教育中間的 其中一億比教育 那... 他...就失去了 本身... 至少對我來講 他失去還做一件... 一件作品那個... 比如說... 它的意義 它就只是... 很多長官的內容 所以... 我不知道怎麼... 你會從什麼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也從這個問題連勝 是剛才... 很早之前提到說 那一件下載的東西 剛才提到說 如果其實從播物館的角度來看 一句最有趣的是 一件下載這個行為 他想隱藏 很實施的事情 那麼... 那麼... 另外... 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藝術家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可是藝術家自己本身 就一直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他就做了 但是... 從國務館或本廚館 從國務館 這些很酷的錯誤 這些事情是值得被點藏的 你要做很酷的這些事情 這些行為是... 值得被點藏的 你要值得被下一個時代演呆 去寫思 這是時代表生的事情的時候 那... 點藏這件事情要怎麼發生 不知道怎麼去點藏這件事情 我問你... 我問你... 我先問你... 那個狀況叫做藝術家不知道... 不覺得自己正在做作品 是不是... 然後... 在美術館的脈絡下 只要藝術家沒有自己宣稱 這是他的作品 那就... 他就不符合... 美術館點藏的行政流程 對... 因為東西進到... 因為美術館它是主動的去做選擇 那這個選擇的過程當中 你就必須要很明確的去 identify 說我們今天在討論的 不管是一個行為也好 一個表演也好 或是有一個實體物件也好 或是一堆東西的集合體也好 就是它一定要被... 宣稱之叫作品 這是美術館沒辦法的 就是它必須要... 已經有被藝術家自己認證為 是一個作品 然後你剛剛提到的 如果是只有一個行為 然後要點藏這件事情的話 剛剛冰環其實有稍稍提到的 就是我之前... 上禮拜的講座 跟他分享了一個... 嗯... 我剛剛查了一下 是英國的表演... 表演藝術家 叫Tino Chagall 然後他有很多作品 其中我記得有一件叫Kiss 然後MOMA有點藏 然後我記得還有其他美術館有點藏 那但是他的點藏條件是 不可以做任何的... Documentation 影像的或者是拍裂好 可是你現在如果上網Google 你會收到很多圖片 那個都不是... 都是譬如說觀眾自己去記錄的 等於是點藏方不能... 並沒有去記錄他的權利 所以你到點藏網站上 MOMA的那個emage那邊就是... 沒有任何的emage 然後下面還特別標註說... 不能做任何的Documentation 然後原因是... 他是一個人跟人之間的表演藝術 然後不一定要藝術家本人去做表演 所以... 因為我之前像去年工作的美術館 他們有點長 然後我就問了特產人說 所以你們那時候買的時候是怎麼辦 就送了一批人啊 去跟藝術家學... 學說怎麼表演這件事情 等於對藝術家來說他把他這件作品的概念 傳承到這些人身上 然後授予這些人 再去教其他人怎麼... 當要展示的時候怎麼去表演這件作品 然後... 所以你到網站上 他這個其實也不完全到去metadata 因為他還是需要一個作品名稱 一個作者 然後... 知道他是一個表演藝術 剩下的他就只有寫說 你需要去展覽現場 你才有辦法真正的感受到這件作品 然後藝術家不允許任何形式的紀錄 對... 這是... 我是不知道說台灣的美術館 有沒有這個... dare去... 去做這樣的事情啊 因為台灣美術館現在光是處理實際媒體 跟所謂的就是一些當代美財都已經有點焦頭爛了 對... 可是... 從某種層面上來講 這其實是... 藝術家他自己主動提出了一種... 你不知道怎麼辦我就教你怎麼買 反正你就follow著就對了 然後我所有東西都寫在7月裡面 對... 你只要有一直的... 不斷的去傳承 那美術館也會擔心說... 嗯... 我必須一段時間要拿出來展覽一次 不然會沒有人可以... 傳承這個經驗 呵呵呵... 對... 就是... 分享 這好像某種... 宗教儀式 或者是... 像... 像...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參加過 我們台灣會做酒 喔... 而且... 做教還有分什麼... 三年教、五年教 什麼叫三年教、五年教 就是三年一次、五年一次 台灣有所謂的百二十年教 就是一百二十年的做一次 然後... 之前南投就有做一個... 我忘記是幾年 好像是六十年教嘛 然後那時候主持的道士就說... 我記得我在... 我記得我上次參加的時候 我才這麼小 呵呵... 我都... 很多東西都不太知道 要... 快要... 要怎麼做 其實這個就蠻有意思的就是... 欸... 如果說今天... 典藏的狀態是一種... 不斷的... 不斷的... 的傳承 而且那個是經驗的 而不是... 呃... 紙本的 因為他們甚至... 他們做... 他們做那個教 雖然有... 儀式有經書 但是也有很多東西是經驗 像是說... 喔... 呃... 我這個... 皺紋的語調什麼的 那個都沒有... 那個是... 沒有東西有辦法去... 處理 因為那個... 經書上面只有一些皺紋 沒有說... 可能這邊要告... 沒有... 對... 不過剛剛有提到那種... 欸... 藝術家自己提出說... 完全... 不可以有任何... 文件的... 這是... 實在有點差異... 但是我覺得... 是讓我想到... 有幾個SCP... 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關注... SCP這樣子的東西... 對... SCP是一個... 欸... 線上的一個... 超大型... 虛擬... 居構的創作... 而且是群體的... 然後它裡面就有很多個... SCP... 有類似的特性... 像是... 有些... 有些東西它是... 不可被描述之物體... 有這樣子的狀態的東西被記錄... 我覺得剛剛那樣子... 很...很...很類似... 像是... SCP裡面提到的類似什麼... 七重破壞者這樣子的狀態... 就是七重破壞者它... 七重破壞者在裡面的架構是... 一個神... 然後這個神是... 欸...這個... 這個神是不可被文件敘述的實體... 因為你一旦... 用文件去敘述它... 那... 敘述者跟知道期敘述者... 就會被那個神消滅... 所以知道這件事情的人... 就... 就... 開始為了不要讓整個世界被那個神消滅... 去保證跟那個神有關的... 所有敘述都不會被你丟下來... 就感覺很像這種狀態... 對... 可是... 這個狀態它必須要保持這個一個狀態叫做... 要有一群人知道不可以去敘述這個神... 不然世界就會毀滅... 對... 我覺得剛剛那個狀態就... 很像... 雖然是個虛構創作... 但是... 很莫名的... 卻很相應的... 對... 好... 好... 嗯... 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應... 到... 但是就是... 嗯... 有兩個點... 一個是... 事實上在做交易的時候... 腦袋裡是有一個想法啦... 有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藝術家做過一件作品... 就是... Bus Young Ido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個新聞藝術家... 他是... 嗯... 後來開了一艘船... 然後從... 要衡約大西洋吧... 然後... 就再也沒有人看過他... 對... 他自己滑著船... 要哭過大海... 然後就不見了... 這一個故事... 我在交易的時候... 一直在想說... 不小心就會那樣了... 所以大家忘了... 做完了... 就說對... 做完了... 還有脖子這樣... 就是... 就是... 這是一個... 想到的事情... 另外一個的話... 嗯... 認真要... 如果要把他用藝術... 當代藝術的說法來講的話... 我也可以試著解釋... 看看... 就是說... 今天在... 早上在想... 講的內容的時候... 就突然想到了一句話... 這句話... 講出來也是蠻中二的... 但是就是... 就是這句話叫做... 被奴役與被剝削的機制... 也是一種安全與保障問號... 就是在想... 因為其實一直都在想... 就是說像... 其實過去碰到的就是攝影師嘛... 那我喜歡另外一個攝影師的作品啦... 可是因為要做... 要... 賣要被抽成... 還有要輸出... 或者要重洗... 然後要做廣... 還有相機器材... 大概自己... 咕咕大概也是... 自己賣掉八張作品... 才能買一件... 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所以我就在想說... 那我作品就給大家下載... 那其他作品也給我下載... 那...我喜歡... 他喜歡他... 他喜歡他... 就一出來就解決了... 就是... 這也是一個... 就是交換... 那是另外一種... 交換合計啦... 就是說...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做... 那就我做了... 我就做了... 那你就別人沒做... 我就做了... 多藝術家這樣... 就過去... 然後... 對... 但... 就是... 剛剛講到的這個呢... 就是說... 想要解決一些... 現有機制碰到的問題嘛... 所以就... 用各種奇奇怪怪的方法... 再挑戰那個... 好像... 平常大家... 不這樣跑... 這個流程... 其實簡單來說... 有點像是... 想要繞過商業花廊... 一直做的藝術家... 然後各種東西... 故事的來講是這樣子的說... 那... 那... 專有名詞的話... 相對於剛剛講那個... 就是... 不要... 不要有... 描述、紀錄... 這種我覺得... 比較像指定藝術的邏輯... 但我覺得我做的就... 更像是... 體質批判... 雖然有一次... 有點... 長頻道了... 但是... 其實就是... 從攝影師的角度... 來做的一種... 體質批判... 對... 那... 所以... 就是... 試著... 去... 試試看... 剛剛是說... 交易... 正常交易就是... 交易嘛... 交易就... 想辦法大家賺錢... 這種感覺... 但是... 稍微有一點不一樣就是... 想辦法做完... 一個數量... 然後... 這個數量做完之後... 用某種... 可能可以... 我自己覺得... 它可能可以... 被當成藝術的創作... 或是行為藝術的創作... 來看待的方法... 來發表這樣子... 那... 對... 就是... 讓大家辛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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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就是這件事情就是... 給大家找了很多麻煩... 過去到現在以後... 給大家找了很多麻煩... 這幾年開始... 我覺得是... 單單純純的拍照... 然後就是說... 畫廠要抽什麼... 就讓他抽... 然後就是... 拍... 風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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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飄... 讓你照片... 光到牆上... 然後... 美術館演... 這樣... 然後全部都... 因為他在家裡的... 清廳出手... 都... 都很... OK... 什麼都... 做得很... 很體面也不錯 可是... 就是... 開始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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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步的... 對... 想到一些... 欸... 這個沒有做過... 那個沒有做過... 那再試試看... 像現在... 最近發生的事情... 就是因為念數學...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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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數學... 突然就覺得說... 那... 認真念數學... 然後就決定跑回去... 考大學試考... 然後就... 剛考完大學試考... 然後直接出來了... 昨天剛填好的志願...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又變成大家的權利... 對... 如果有錄取的話... 落榜就沒有了... 像是... 對... 所以就是... 在... 那個也是... 一個... 希望可以... 更加推廣CZE的其中一個環境啦... 雖然說... 看起來還不太照顧... 但是其實... 有在準備... 嗯... 就是... 用很多奇怪的方法來做... 自己的... 創作... 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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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很香很香 為什麼會嘗試 為什麼會嘗試做實體展覽 就跟實體講座一樣 就是碰得到人 然後用另外一種方法去 合理化自己的所作所為 這個一定要特別提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在座的各位知道 最早最早我們邀請賓華來講這一場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自己辦這個系列的講座 就是希望說能到各式各樣的場地 所以如果大家都有follow我們的講座 就會發現我們其實這中間都換來換去 那我就問了賓華說 賓華你覺得你打算在哪裡 然後賓華就給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地點 而且那個地點在他跟我講的時候 才剛經歷的一些大事 就是台北車站的一樓大廳 然後他跟我講說要辦在一樓大廳的時候 笑臉才剛被貼上去 好像第一天還第二天 然後他還問我說 那文藥我們能不能在那邊用5G直播 然後他跟我講5G直播的時候 5G才剛開台 還不到第三天 不到一樓 對不到一樓 然後 然後就 當然後來賓華就很認真的 跑去打給台北車站問說 如果真的要在北車大廳 辦獎座要多少錢 那時候是多少錢 整個場地20萬 一天20萬 辦個場地10萬 對 然後那時候賓華就在群組問說 那我們就不能帶一群人去那邊坐嗎 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直播怎麼直播呢 就是錄音然後大家都用手機聽直播這樣就好 對對對 就是投影片然後我們收音 然後大家就用自己的手機看畫面 對 機動細節 對 不過 最後還是因為風險比較高一些 所以我們還是沒有實驗這個做法 另外就是因為這個場地也很適合 這邊就是我們所 叫做開運 這邊叫Modulus Case 對 就是 這邊再順便問一下 雖然有些人已經委屈了 這邊 除了剛剛 四位還有其他人是前面沒有舉手 但第一次來這裡的嗎 後面又四位 五位 後面又五位沒有來過這裡 那這邊 滿有意思的 第一次讓這個場地的介紹 真的變成講座的一部分 好 那 其實這個場地滿有意思的 這個場地 是免費借用的 那這個地方叫做摩茲公寮 那它並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公寮 旁邊會擺著磚 然後旁邊會有個小賣店 那這個地方是由 Mozida Mozida就是 中文翻譯叫 萌製 那Mozida最主要的產品 就是大家右邊可以看到的這個 Firebox 這場有Firebox的用戶 是一個很重要的瀏覽器 它也是目前全球 唯一一個沒有由商業公司 所經營的瀏覽器 那Mozida基金會認為 瀏覽器是大家接觸網路最根本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不應該有商業公司來把它持 那 這個Mozida Space 它其實是Mozida在很久以前 我也忘記實際上多久了 的一個Community Project 就是社群專案 那當時的社群專案就是希望說能在各地 資助一些像這樣的空間成立 然後讓這樣的空間去協助大家去舉辦 各式各樣的活動 因為大家如果有在辦活動就會知道 其實活動不外乎就是場地費 講師費跟 如果你有吃的就有吃的費 大概就是這三個費 那如果能夠免掉場地費 其實對於講師傅的人會是更加的 就是會門檻會更低 那以這樣的出發點就有了 台北摩斯公寮 那目前全球好像摩斯公寮 好像只剩兩個吧 我不太確定 對全球好像只剩兩個 一個在台北另外一個地方 我每次都忘記 那這個場地是所有人都可以借的 你只要去Google摩斯公寮到我們的官網 然後去填表單 就可以借 然後是免費借用 然後免費借用 免費借用 你只需要在前面15分鐘 給我們的keyholder 就是擁有這邊管理權的人 在前面喇塞15分鐘 那這15分鐘就是介紹 這個地方是幹嘛的 然後你就可以免費借用 那這邊的資金就是有 目前呢 就是摩斯公司 所資助的 可是水電都是社群自己出的 所以大家如果 行有餘力 左邊有一個可愛的捐款箱 大家可以捐一點小款 那如果你捐一點小款 你就可以在旁邊 拿一支吐絲 那個吐絲很可愛 而且那個吐絲很好用 冰環 冰環你知道那個吐絲是什麼嗎 就是旁邊那個黑色的吐絲 頭上 對頭上 它是 以前在這邊的一個社群的吉祥物 有看到嗎 還有吐絲嗎 民谷那邊還有吐絲嗎 那支吐絲很有意思 那支吐絲它是 它是一個 荷莎的造型 它的肚子是吹嘴 然後它的那個肚子那一片布 是試鏡布 所以還蠻好用 而且還可以用洗衣機洗 對 所以你如果短天就可以拿一支 然後 其他的剛剛以前都已經介紹過 後面有洗手間 旁邊有飲水機 WiFi在那邊 對 這樣 那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空間的一些簡單的內容 那既然今天有那麼多 沒有來過的人 對 好 那到底是怎麼樣 嗯 好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要 還有人要提問個馬沒有的話 時間也快10點了 我們今天講座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參與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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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 冰黃這邊還有剩下1、2、3、4個 7、8張 後面的是不是大家都有1、2、3 我等一下哪 還有前面這位先生 那大家都可以來那一張 好 這位先生 我好 謝謝 我是 dass ihr 我們 是 我想問一下 是 可以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